玉立镇中成国小27号举办了新协任校长交接典礼 而协任的校长李东泰 其勉新任校长仍入维艰不叛难 用心推动校务让带动全校的学子争争日上 而新上任的校长致辞时表示 任命为校长是不仅是荣誉也是使命 将会为学生学校全力以赴 玉立镇中成国小27号举办新协任校长的交接典礼 新任校长李东泰勉励新任校长 用心推动校务带动全校学子争争日上 而新上任的校长致辞说 受任命为校长不仅是荣誉也是使命 将为学生学校全力以赴 当当校长这边其实也是大家的鼓励 其中特别感谢的是我们的李东泰校长 其实我在任何国小能有行政经验 能当主任是东泰校长做一个培养跟一个培训 所以跟东泰校长学习很多 在考试的时候也是东泰校长在指导我 跟买书送到我家 跟我说要认你要是回去报 可能报名费都要帮我出 所以受到东泰校长特别的鼓励 特别感谢东泰校 原本在乐和国校担任主任一职 在109年参加花点县国民中小学校长争取录取 并且参加花点县112学年度国民小学校长临选 容认玉李正中成国校校长 学生更是用表演来欢迎新上任的校长 卸任的李东泰校长也齐事 校长专注校务运作 创造优质的学习环境 并发展特色 提供学生适性发展时间 让教育能够更上一层楼 记者高双双玉李正采访报道